大家好 继续叮嘱许家印说 许家印这个人 据说 昨天的晚上 在介于森严的病房里面 人在医院里面 在病房里面 自己成警卫 看守他的人 中纪委的人 不注意的时候 找了一个床单 想把自己给解决了 这个活着是个麻烦 是不是 他自己也知道 他如果不死的话 其他的人 有些个牛逼人 有些个高人 是不是 那寝食当安 必须把自己给挂了 自己不挂的话 这个世界不消停 用了一个床单 把自己给挂了 结果没成功 被发现了 被中纪委的人 赶紧把他给救活了 网上传出的照片 说这个徐老师 在紧急抢救 是吧 紧急抢救 有的人说他跳楼的 不是的 我听到的消息 是用一个床单 把自己给挂了 结果呢 未遂 是吧 现在是紧急给抢救 是吧 说是不是脖子挂坏了 是吧 动不了 这个照片也看得清楚 这个脖子的确是动不了了 挂坏了 这个上吊自挂 这是很惨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这个脖子比较柔软 是不是 你身体那么重 你怎么当你的全身的重量 被一个脖子承担的时候 那是很难看的 所以奉劝各路许家印等同志 想挂可以 但是不要用绳子 不要上吊自杀 这个东西很痛苦的 人呢 有的时候他不怕死 但是怕痛 是吧 你说当年的皇上 是不是 跑到梅衣山 用一个绳子把自己挂了 是不是 那多痛苦啊 那真是不要走这条路 也奉劝吸包子以后 自杀的时候 不要走这条路 这得找一人用枪把那个割了 是不是 一枪就崩了 多爽快啊 是不是 跳楼也行 跳楼空中还有一段时间的 小距离的飞翔 是不是 张开双臂 扑向大地 还挺有失忆的 不要搞得太那个什么了 太没王话了 当然了 我这个说话呢 是有点调侃 没有同情之心理 其实吧 我昨天 看了很多人转载的一个 许家印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经历啊 就是他的人身简历啊 我看完了以后 我突然无语了 我突然沉默了 我突然同情了 我突然悲伤了 真的 许家印这哥们儿 其实是挺不容易的啊 这哥们儿在中国社会里面 以我这把年纪 我回头看许家印的履历啊 我觉得这是一人物 这是一个 一路走过来 特别不容易的一人物 而且他在中国社会里面 他一定是一个 老瓜子特别聪明的人 特别有想法的人 他能走到今天这个程度啊 首先是他的才华 他的能力 还有他心中的那一些个 很重要的一些个价值判断 所决定的 所以我突然很同情他 你看他那个 他两岁就是没有妈了 是不是 他是一个孤儿 也不叫孤儿吧 是一个没娘的 没娘养的孩子 挺不容易的 然后他78年 21岁的时候 他考上了那个 大学 武汉钢铁学院 就是后来的武汉科技大学 你知道78年 考上大学都不容易吗 人家是万里挑一 我跟你说 真是一千万里挑一 挺不容易的啊 是不是 至少是十万里挑一 能够考上一些大学 那是超级聪明的人 许家庆是57年生的啊 我认识一个57年的 一个兄长 真的 特别聪明 特别有话来的事 在每一个时刻 他都能调整自己的人生方向 能干出事 像许家庆这种人吧 要我说的话 他不管是当官 还是不管是做公司 就哪怕他有一天 他当土匪 他都是一个水平很高的土匪 这人不错的啊 说他毕业以后呢 到了一个车间主任 是吧 当了车间主任 然后呢 发现车间里面有很多这个 遗器的那些个废的钢铁的边缴料 他觉得太浪费了 他就私自决定 就把这个一些个钢铁的肥料啊 就把它打包起来 把它卖了 卖了一张 不然那点钱 这个钱他没有自己拿 他分给了那些车间里面 那些个辛辛苦苦的工人 这哥们是一个挺有人情味的一个人 真的 而且脑袋挺好使 因为你那些个废钢菜 你认识呢 那有人的没人管他 垃圾是不是 我把他卖了 而且我也没贪污 我把钱分给我的兄弟们 这是个有情有义的哥们 这个人不错的啊 我跟你讲 我特别能理解 徐家运的那种性格 后来这个什么 他还继续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嘛 给职工发奖金嘛 然后就被开除了 开除了以后 他就没办法 就只能下海 那是1992年南巡的时候下海 他也是他娘的九二派 是吧 很多人看过我的这个 百年经济史笔记的 看过我的这个 里面有一个概念的 叫九二派 就是92 92年那一年 很多的体制内的优秀人才 然后离开体制下海 所以你了解的 大名鼎鼎的潘石叶 就是92派 他在92年那一年 离开了单位 然后去海南去淘金的 去做生意的 还有冯伦 92派 好多这样的人 他有中国的企业家的历史上面 有一个词 叫92派 92年南巡讲话嘛 是不是 大家都觉得 这个有点希望嘛 然后去做生意去了 所以搞了半天 老许 老许 原来是92派啊 点赞啊 真的点赞 然后到了这个96年的时候 他已经很有这个房地产的经验了 他说当时跟别人打工 是吧 为他所在的公司 一年赚了两个亿 完了以后呢 当时他的月薪是多少呢 96年的时候啊 那月薪2000块钱一个月 39岁每年 完了以后 他觉得自己对公司挺有贡献的 他就跟那个公司老板说 你不能给我加点工资啊 加点工资以后 我继续干 帮你继续安钱马 继续把公司做大 结果遭到了拒绝 有的人说 他就加1000块钱 2000块钱 一个月 现在加3000块钱 结果老板不同意 他就把他逼得没路走了 说话又说出来了 老板也不给他点面子 他就只好自己出来干 所以那一年呢 他就开始自己 成立了一个公司 就叫恒大 这哥们儿不容易的 那哥们儿相当有老贵子啊 然后就从那一年开始 开始就蹭蹭蹭蹭 就把这个恒大 做到这个中国最大的公司 也是负债最多的公司 所以我告诉你啊 我比徐家军呢 当然要小一点啊 但是 你不能叫他叔叔 是吧 大哥 是吧 绝对兄长 这哥们儿真不错的 这哥们儿 以我对中国社会的了解 他要是有机会当官的 他一定可以当到 省委书记这个级别 他要是这个什么 当土匪的话 一定是可以占山为王的 是不是 他要是出国的 求学的话 一定也是不错的一个人 脑子特好使 1957年生的人 然后一改革开放以后 一开始恢复高考以后 可能考上大学了 都是人 人 人经 是吧 中国社会女的 人经 人结 所以 许家印基本上 是这么一个情况 就想起一首老师 就身当做人家 是吧 死又为鬼雄 是吧 执金丝包子 不肯回老家 真的 这个许家印 这个人真不错的 真不错 哎呀 可惜 一世英雄啊 是吧 你在中国这个社会啊 他有的时候搞着搞着 自己把自己的这个使命 把自己的出发点给忘了 你中国的成不了 优秀的企业家 他没有优秀的企业家 所以你应该 这样好就收 是吧 所以许家印 他现在必须死啊 据说这个 想死没成 要把给他救回来了 为什么呀 说习包子 当然也不简单是习包子 我们只能说习包子 是不是 说中央下命令了啊 许家印这样的人 不能自杀 只能让他通过一种 合理的方式 死去 是吧 那就是病死呗 你可以病死 但是不能自杀 自杀出去不好看 许家印你想想吧 他他妈的负债 那么多亿 那么大的负债 你要知道 在中国 每一笔银行的贷款 必须要有领导的签字 人家银行才会贷给你 我跟你说 没有后台 你是贷不到款的 银行的钱 他都会给国有企业 他不会给你民营鞋的 除非你上面有特别大的领导 真的 我以前做小台阶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 有些民营鞋贷不到款 然后就跑过来找我 找我 他妈的又不是关 找我 你以为我有什么本事 找我 他们拿了一个关于公司 解决流动资金的报告 完了以后 想请我的 我伺候的领导签个字 然后拿着领导的签字 再去找银行 银行一看 有某某市长的签字 有某某市委副书记 或者组织部长的签字 他就给你批了 因为这个东西 如果最后成为不量贷款 成为难账 他有领导签字 我可以退卸责任 是不是 那银行里面呢 我又八件的这个领导 我呢 同时呢 又什么 又解决了这个企业的 这个流动资金 给银行的行长一点好处的 送点礼什么的 他就是 他都是双银三银四银五银 他这么来的 所以徐家有这么多的负债 有这么多的银行贷款 他的每一笔债务 他的每一笔存款 他的每一笔贷款 都是由领导签字的 他如果不死 那麻烦 真的 那好多个中央的领导 都要深陷其中 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 日子难过 寝室难安 所以这个时候 你必须不能够自杀 你要 你要什么呀 你要 你要 你要自己 给自己给病死了 你看那个徐明 在监狱里面 没说他自杀 是病死的 徐明他妈在寺 都是怎么病死的 长得一身的肥肉 比包子的还像包子 他怎么可能病死 身体好着呢 是不是 你说那个谢 谢之坤 毛阿敏的老公 是吧 他就是自杀的 没搞好 是吧 他找了一个绳子 在健身房 把自己给挂死了 他自杀呢 据说谢之坤自杀以后 给中央带来巨大的麻烦 没法解释这么大的摊子 是不是 不能自杀 必须只能病死 所以你看我做历史的 你看一下我的百年经济日笔记 看一下中国企业家的 五种商业模式 我真的是我画了大惊地搞的 我跟你说 胡学延也是病死的 他把人家说你必须病死 你自己自杀是不行的 病死了以后 大家就是烧高香 你病死了以后 还跟你举行一个浓重的豪华的葬礼 让你入土为安 你以为呢 你自杀的话 说明你有说不清刀不明的问题 所以就是一声叹息 所以看了许家印的这个简历 我真的一声叹息 在中国没有人可以把公司 做到什么百年企业 建好就说有钱了 以后就跑路 是不是 要保护自己 所以你这会儿 你不跑路 是不是 那是因为你之前 你设计的关系太多了 所以我看到王思松都说了 有人问许家印这么聪明的 为什么没跑路呢 王思松就说啊 他牵扯到的人太多了 你跑到哪儿去啊 没地儿可逃 你最多最多 就把自己老婆孩子给送出去 自己在家里 拧死 是吧 在习包子的亲子的关怀之下 幸福的死去 为祖国贡献 你最后一份力量 如此而已了 不要把自己太当回事 中国人 包括我自己也在 有了知识 把自己当回事 以为自己可以影响皇上 我去你个大爷 你影响谁呀你 有了钱 把自己当回事 以为自己可以 可以这个叫做什么 产业报国 报你大爷的国 是不是 还不是报你脑不喝的 这个这个下三度的呢 是不是你报什么国呀 不要有宏大的理想 中国就是一个人 吃人的社会 任何人在中国都不会成功 包括毛子 包括细胞子 你看着吧 细胞子最后死得非常难看的 且等着 谢谢 谢谢 咱们 感谢观看